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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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曾经 昨天有去参加这个活动的举手好吗 没有很多人哦 我想要问说 这边有多少是台湾人 好 还蛮多的 所以其实你们对这些应该都很熟 对我们而言 比如说我试着喝了这些茶 然后我们在越南品茶也是我们的活动之一 但是这个文化其实非常不一样 我觉得文化其实是你要一起共同创造的 它并不只是一天之内完成的 文化其实是一切的基础 我们不能背道而行 而且我们也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创造文化 所以它也是慢慢改变的 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当你想要建构一个社群的时候 你想要做一些东西 如果你不了解它的文化 你要马上可以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对我而言 我才刚到台北 但是我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知道的东西其实很少 那我怎么知道这些台湾的传统的活动 这些传统的习惯 尤其是跟台湾人相比 我如何要一样熟悉呢 所以我后来发现说 没有人对于真相是拥有独占权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开放 因为我们过去常常就会做我们不熟悉的东西 这个就是我们的文化 就是我们的习惯 所以我们知道在一个开放的环境当中 我们应该要更为的开放 但是呢 你可以多开放呢 因为现在我们常常在谈 你要开放 你要对新的文化开放 你要开放分享 我们能分享什么 我们能有多开放呢 所以当我们回头去讨论一下 对文化的了解 同理心 我发现在过去两天当中 有许多工作坊 可以让大家去体验同理心 去了解不同的文化 你都可以经过不同的阶段 我认为同理心是一个非常重要 如果到底想要建立社群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 我也试着去问一些年轻人 我昨天遇到一些年轻人 你觉得社群建立是有什么想法 你觉得这一开源有什么想法呢 许多年轻人他们会认为 其实在台湾能做的不多 因为台湾很小 所以他们想要去别的地方 我知道 其实有很多人出去了又回来 我觉得这跟越南很像 因为我们也觉得 我们身处的地方这么小 所以我们一定得要出去 但是其实我想要跟大家说明的是 这种我们有的同理心的这种文化 其实就已经有很大的作用了 这就是第一点 就是你要有自我意识 你要了解自己拥有什么 比如说你知道你来自台湾 你是台湾人 你刚刚其实有提到 台湾有这么多的潜力 那我昨天去参加体验的时候 遇到很多人 他们很主要去尝试这个品茶 就跟我一样 他们就像初学者一样 所以就算是台湾人 如果你想要去开放 去接触新的东西 其实你在台湾就有了 你在台湾就可以找到新的东西了 所以你要有自我意识 了解自己有什么 了解自己的价值是什么 才能够去了解其他不同的文化 下一步呢 是要去研究其他文化 这是下一步 这就是像说 你首先你要了解自己 才能够跨出去了解别人 当我在做社群建构的时候 我其实在亚太地区都做了很多的工作 所以不管是东南亚 澳洲 台湾 日本 韩国 我都有相关的计划进行 所以 我们就有点像 我们其实是有一些共同之处的 我们是用筷子的文化 我们其实有某种基本上面 我们是了解彼此的 我们其实在跨境一个新的文化当中的时候 我们是带着很多假设的 但是我们其实应该要先做一点研究 所以我们才不会说 哦 我原本以为你是怎样 结果发现你实际上是这样子的 第三点是 你要从 去接触有不同背景的人 我知道这个真的是老生常谈 但是你 大家都会说你要去认识人 你要去跟别人多接触 但是其实这一步 应该要是 你要去接触别人 去聆听他们的故事 因为倾听是非常重要的 大家去学习文化的不同之处 第一件事情就是去倾听 这样你才能够建构社群 再来是旅行 这个是从 之前前一点 它是更提升了一步了 如果你在台湾 你很容易会遇到像我这样子文化的人 我们可能会有 在文化上面有很多相似之处 但是 下一步就是旅行 就是你在实体上面 你实际离开你的国家 我知道我遇过很多喜欢旅行的人 但是如果你真的去试着要建构社群的时候的这种旅行的话 对我来讲 就其实你是这个非常的 其实非常省钱 然后最后一点呢 就是你要更能 这个就是最为顶级的这个程度 就是说当你 你不只是在做研究 并不只是在学习其他的文化 而是你去接受其他的文化 所以比如说 我可以接受这个事实呢 就是说如果我去日本 我了解说 并不是所有人都讲英文 所以我一定需要有一个懂日文的人 来帮我的这个帮我沟通 比如说现在这里 我不太会讲中文 但是 幸好因为我们有一个口译的系统 让我可以了解大家在讲什么 但是可以接受别的文化 其实就是表现出开放的最高境界 所以这个就是我所谓的 你刚去另外一个文化里面 做社群建构的工作的五个步骤 但是我认为第五步 其实应该是要开放 如果我们回头去看一下其他步骤 在我们开放之前 第一步是你要有自我意识 所以这个哲学呢 我们昨天其实有讨论到这个 我们在讨论开源 开源其实并不只是用免费软体而已 或者是 只是使用一些 使用免费的东西而已 对我而言 开源不管我们做的是什么事情 不管我们自己什么样的计划 都是根据其他人的工作成果为基础 所以你要向外开放的基础 其实是向内开放 你要了解说你里面有什么 你国家有什么 这跟我们刚刚提到第一点就是你要了解你有什么这一点是一样的 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 我的想要传达的讯息是你要拥抱你的手边所有的东西 并且要有信心 从我自己的经验来讲 我看得出来 很多时候当我们试着想要了解 或者是更进一步去靠近西方文化的时候 所以我们想要去理解 或者是在新创里面我们想要去了解 如何从零开始创立我们的新创 但是他其实不一定要采取这种模式 我们其实只要看看自己所在的基础 然后好好的利用自己的基础去进一步茁壮 比如说像Nick Nash Nick Nash他是 他原本是来自芝加哥 但是他在南亚住了超过20年 他在东南亚做了跟新创很棒的报道 他说其实我们或许并不是期待要看到独角兽公司 我们并不期待看到东南亚的国家会看到独角兽 但是我们期待看到的是犀牛 所以其实成长本身有许多不同的概念 或者是向外接受 他其实是有很多不同的概念 所以你不一定要依附最原始的概念 就是说你一定要从零开始打造 但是重点是说 你要找到你自己合适的位置 你只要找到你合适的位置 那这个就是你向新东西开放的第一步 或许大家等一下可以试试看 所以这个要怎么运作呢 这个跟我现在在Upstar Labs做的事情有什么关系呢 这个对我而言就是开源的精神 所有我们现在所赖以为基础的精神 我们都是仰赖其他人的工作成果 所以其实是就跟社群里面很类似 不只是新创而已 其实任何社群都是一样的 所以比如说 大部分的创新其实都来自从上而下的 所以小的或者是这个高阶的主管 他们有一些想法 然后他们这些想法往下一层一层的推展 然后下面的人只能照做 但是在Upstar Labs Upstar Labs属于 我们现在有这个外包的服务 把服务外包出去 越南也包括在台湾 我们最好的就是工程 然后我们现在也定义到其他国 包括印度 但是我们现在也开始 想要产出我们自己的产品了 所以从拥抱我们所拥有的 到我们现在所拥有的 我们慢慢去呼吁我们自己的产品 然后我们也是从零开始 并不一定是 当然我们并不是可能 我并不一定有机会成为独角兽 我们当然希望自己可以成为独角兽 然后我们其实很久以前就开始了 在我们把注意力放在 培养我们自己内部的这个产品 然后去帮助人家建立新创 这个就跟我自己的哲学很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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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去用 现在现有的东西 然后我们也不断持续在投资新创 这边 带我打30秒的广告好了 其实呢 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个startup 在欧洲已经获得了独角兽的地位 它是第一个 它是QA Symphony 它们是做软体的 所以大家在这边可能并不这么熟悉 但是在自动化测试它们非常有名 还有呢 我们现在把注意力放在社群的建构 比如说 然后我们也会去进行GROW的测试 就是一种人资管理的新方法 非常以人为本 好 所以大家可以在我们 不管是Facebook 我的名字是Fa 我是替App Startups做这个沟通跟公关 所以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 都欢迎向我提出 谢谢大家 其实你不用算到真的是非常 你只要算到在这个范围里 也就是够了 也就是说我今天如果要去做外交 我要叫船来的话 其实你算到的时候 你深入期的 好 好